过去的十年里 从好莱坞归来的李连杰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公益慈善上 如今他一手创立的一基金走上正轨 李连杰也准备在文化娱乐领域 开拓自己的新方向 6月6日李连杰也是低调现身上海 专程为大家介绍将于明年面世的 一档全球范围的功夫真人秀节目 该节目将功夫和娱乐相结合 并引入好莱坞的顶尖制作团队 完状跨界概念 据悉谁是下一个功夫英雄的阵容 堪称华丽 新格将要请多为国际巨星和李连杰 一起献上在中国的真人秀首秀 其中包括国际印汉史泰罗斯外星格 杰森斯坦森以及国际女神安杰莉娜朱莉 很多年了我们都在探讨 整个其实现在所谓的跨界 我觉得文化体育 都已经分不开了 那未来的全世界中国人 什么能够我们说了有点话事权的东西 比如说我觉得体育篮球 美国人说了算 足球欧洲人说了算 但是想起功夫 包括好莱坞的朋友和大家都认为是中国人说了算 所以我心愿中一直去打造一个 功夫动作 生活方式的平台 那这样的平台能够利益他人 给更多有梦想的全球的年轻人 随时下一个动作巨星 那么编剧我们为他们找好 导演找好资金备好 通过专业的团队把他们更容易的走向到前面 成龙新作《绝地逃亡》定档7月 在该片的发布会上 成龙曾透露25年前这个本子就想和李连杰一起出演 虽然没有合作成 但兜兜转转 终于等到了影片供应的日子 对此李连杰也表示 确实跟成龙大哥谈了几十年的合作 只可惜两人只合演了一部功夫之王 哎 未来能否合作看来还是个未知数 但我们曾经谈过几十年了 有的电影要合作 有的电影要合作 已经谈了几十年 他上回说那个是不是说是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我们要谈的一个作品 现在才做出 好像是吧 不是现在的 不是现在谈的 是九十年代谈的